哈喽大家好 我是球姐姐看所有的一伙 一觉睡醒啊 评论出来了 是新的都变成这个样 为什么全部人都在刷球姐好和出席的评论 GQR吗 然后于是呢球姐就打刷GQR原来是机器人 那就说球姐粉丝都是机器人 嗯嗯嗯嗯嗯 因目前小凯们啊 如果你们是一个真人的话 是一个人就点个赞 于是呢球姐就特别好奇 为什么呢都说球姐的人是机器人 于是呢球姐就收到了 拍视频姐发这部视频 所以很多小凯们觉得球姐是不是僵尸粉呢 其实啊凭姐早就说了其实呢根本不是僵尸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视频是怎么说到的 但是youtube这边我可以保证是没有僵尸粉的 其实啊youtube在这呢管得特别严 其实呢根本不会僵尸粉的存在 因为这个youtube官方呢 他会自动把这些僵尸粉也清除了 所以啊在youtube上买僵尸粉呢是根本不存在的 而且啊球姐本身就赚那么眼前 人家还要花钱去买僵尸粉吗 所以这啊根本不科学而且也说不通 那被大家误会的僵尸粉呢确实挺暖心的 其实呢他们是球姐真爱粉 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我是大学生除了上课还蛮课业的以外呢 天呢还定时更新 有时候是一根有时候还是双根 然后呢还会偶尔开直播陪粉丝们聊聊天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呀 我白天上课晚上的话就熬夜剪片 所以呢大家都特别关心我的身体 让我好好休息 别熬夜剪片 所以啊球姐特别感谢大家一直支持 还要关心我特别感谢 所以啊那些呢都不是养尸粉 毕竟呢只要一个主播呢特别辛苦特别累 粉丝们呢都会用心看到了 像呢之前马来西亚车瓜辣主播呢 Sony呢也是生病了一段时间 所以所有的粉丝也是叫他们好好休息 好人呢 所以我大体好上主 大概十多天没做影片了吧 虽然那部影片里面还是很多人说叫我快点休息 喂不是 等到吧 中一会休息很久了好吗 比较随心吃个东西 看视频楼又继续睡了 已经在做这个视频行业的都是特别累的 都是熬夜剪片的花了特别多精力 所以好好休息是没有毛病的 不能说粉丝叫主播好好休息 那就是僵尸粉 那么Sony也是僵尸粉 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 绝对不是僵尸粉 所以啊感谢了他们所谓的僵尸粉 就是珍爱粉 谢谢你们支持还有关心 我们视频上都很辛苦了 你们也辛苦了 你们先小卡 还没对着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拜拜 关注小姐 带你了解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